要怎么样累积? 我刚刚讲,你可能需要几个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只要知道第几名?第3名好了 第3名,跟倒数第3 倒数第3 那我怎么知道第3是谁? 第3的话,我可以插入函数用 刚刚讲的统计里面有个latch 这个latch的话,它可以是第几大 所以第一个array 你看array的话就范围,这个范围 里面排第3的帮我找出来 有没有,37,400 OK,就是里面工资排第4的,第三的 倒数的话,顾名思义,用什么?用small 所以统计类里面找到small开头,s开头的 那一样array 所以你看array的话,记得就是范围 OK 然后k的话是第几 应该是算小的,所以3 OK,那就32300 如果我今天要统计前3跟后3的话 不过这里可能也要分两次 为什么呢?因为呢 第一个,插入函数 用最近使用过的,3米符 range的话呢 range特别注意哦 先quiteria,就是什么? 比第三还大于等于第三 那不就是123吗? 那小于等于这个倒数第三 那不就是倒数的123吗? 对哦,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关键的地方是我要怎么样? 我要这个,但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这个值带过来 可是我前面还要加上什么?大于等于哦 大于等于特别注意,它是一个字串哦 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值带过来哦 有没有?它算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储存格跟一个文字要串接的话 记得一定要用什么? 算一号算一号 先把它大于等于有没有? 加在这里 然后呢 如果你一个文字跟一个储存格之间要串在一起的话 要加什么? end符号 好,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大于等于这个才会出现哦 特别注意哦,这个很容易做错哦 有没有?这个储存格带过来 但是这个储存格在Excel里面有点像把它当个变数吧 有没有?然后变数如果要跟一个字串串的话 跟VBA一样 中间要加一个end符号 只是说VBA的end前后要空白 那这边不用空白,道理是差不多 OK 那再来的话呢,Range Range的话就范围 就这个范围 好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的Range跟Sum Range 是一样的范围的话 那Sum Range可以怎么样? 可以空白 OK,特别注意哦 前提是 Range跟Sum Range是同一个 因为我Range是这一个 那Sum Range也是这一个 所以我可以把它空白 我给它确定 好 好,那这个是前三名的工资 可是后三名怎么办? 很简单嘛 一样的道理 刚刚这边他没有办法用第二个条件 所以怎么办?用加的嘛 所以你这边可以知道 再把这个公式把它怎么样?把它复制 然后串加一个什么?加这个就好了 然后加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 然后把一二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储存格 F2 这样的话就把前三跟后三加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要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 一个VBA OK 那VBA 的部分的话呢 到底实际差不多啦 所以其实请各位 也可以用的 用刚刚的那个方法 算是填空题吧 1 甚至可以直接拿这个复制算 然后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贴上 然后把这上面这个改一下 前后三名公资 就上个名称不要一样 那刚刚有同学提到那个上 本来这上面有加一个上的0 那个加不加都没关系啦 理论上是要出子值 可是 VBA 他不用出子值一样 这个变数 只要你第一次值派给他什么值 他就放什么值 所以他弹性是还蛮大的 那当然你不加那一行的好处 是少写一行 多加一行是 比较那个逻辑上叙述比较完整 因为以前如果写Java 写CEC加加那个一定要 可是因为写VBA不用没关系 像我的习惯 如果有的时候可以不写一行 我就少写一行 少写一行让城市看起来就更精简了 这个看起来就总是舒服很多 所以我的写 写城市的一个 算是自己的特色 就是城市越短越好 OK 越短越好 你看我城市没几行对吧 然后呢 那个逻辑越简单越好 因为你城市越容易看懂 那将来呢 你也好维护 知道哪边写错 马上一改又OK了 所以至于以后城市要怎么写 有时候 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标本答案 你会跟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 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看起来不习惯 没有 你可以改 因为城市的写法有很多种 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写出来以后不一样 OK 不过可能你目前应该还没这个功力 目前你的功力就是把城市拿来 能够弱应该就不错了 好 那再来的话怎么样 这里的话应该怎么来做比较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应该是指派到哪一个 这个除尘格 或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改比较OK 请各位试一下 其实是可以改出 应该怎么 如果 他的词怎么样 应该是大于等于这个里面的值 或者是小于等于这个的值 有没有 那就帮我累加强 到里面也一样OK 所以如果要改的话 这个地方都会修改 请各位试一下 重点为了 Louch 这个范围 第三 small 然后再用衣服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